今天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一家日式的寿司店 那么这一对欢喜原家呢 他们经历了外遇还有婚变 为什么愿意一起来经营一家店 同时有什么样的因素呢 让他们可以破镜重圆 要让你相信 相信我 我相信你是好的 你只是一时迷失 我们一起来看他们家爱的故事